新消息要来关心的一样 就是在网路上大家真的要小心 花莲有一位网友 他在派出所打卡说 自己在路边发现了气音 送来了派出所 很多民众看到这样的po文之后 赶紧打电话到派出所来关心状况 但是警方说真的是太过分了 因为这根本就是假消息 他们现在还要来约谈这名网友 了解整个事实 贴出一张可爱的婴儿照片 特别的是竟然躺在纸箱里面 旁边还有许多杂草 一名网友在派出所打卡 说自己下班时 发现一个纸箱有个被弃养的婴儿 说得煞油歧视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结果警方查证之后 才知道都是假的 许多热心网友开始询问 他详细情形却迟迟得不到他的回应 网友们开始觉得不对劲 上网搜寻气音资讯竟然就找到 跟他贴文一模一样的图片 怀疑他根本捏造谣言气的大骂 不该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都是根据这篇的那个报道之后 就是有很多三人士 就是打电话来 就是要捐赠一些物资 给这个小朋友 这个婴儿 请各位民众就不要再打电话来 由于贴文一出许多热心 民众纷纷打来派出所询问状况 要捐赠物资 要来帮助小婴儿 让警方困扰不已 警方也将约谈他到案了解 贴文动机